口感在外面煙韌 裡面軟軟軟 是一個很出色的財務員 想在巴黎吃得精緻 一定選擇第二區 這裡是巴黎二十個區裡最小的 雖然如此 但很多金融機構都選擇這裡做總部 表面上,打工仔比食客多 但懂得吃的人 一定知道這裡藏了很多好東西 好,來吧 1730年,路易十五 娶了一位波蘭公主 而那位公主有一位很出色的甜品師 抱著一起來 你說到公主想跟甜品師有路 那位公主很喜歡吃甜品 一定要甜品師跟過來發掘 直吃下,路易十五也很喜歡他的甜品 之後就開了這間甜品店 Christian介紹得這間店一定有原因 他是整個巴黎中歷史最悠久的甜品店 成三百年歷史 即是他的食譜跟店面一樣三百年 看起來是不是不像呢 其實這裡有很多東西選擇 如果你想吃巧克力 你要選擇的是還沒下雪櫃的東西 因為你一抽出來,逛一會兒 它會出水,而出水很快就要吃光 你好 你好 說得最有名 一定是1730年首創的Rum Barba 口感鬆軟,質地濕潤 據說當年主廚為了避免蛋糕會慢慢變乾 所以才加入Rum Barba 我們現在做一個很巴黎的東西 就是到處找地方開一個甜品派對 這個其實是一個麵包 麵包用酥皮隔著有味道的麵包 這樣搓… 焗出來就能夠焗到這樣的麵包 這是這間店的標誌 讓你看到是很綿綿的 吃起來是很絕的 它會黏你整隻嘴巴 我覺得是開心的吃起來很好 就是每人一量的一塊 這個其實有一個很法式的東西 我們還沒吃的 叫Pin-en-ci-ere Pin-en-ci-ere,廢南說 因為外形似金條 所以又叫金磚蛋糕 只聽過名字, 也很法式 杏仁味, 很突出 有一點點檸檬皮 吊著的味道 口感在外面煙韌, 裡面軟軟軟 是一個很出色的金磚蛋糕 其他最有名的東西就是 Rum Baba 這是給監製吃的 就是Tato Citro, 即檸檬塔 因為監製很喜歡吃這些打卡食物 我會繼續吃這個金磚蛋糕 因為這十年來我吃過金磚蛋糕 這是最好吃的版本 這個人是一種的 一個是一種的 材料 這是一種的 而且是一種的 這一個是一種的 這個人是一種的 你可以說